2003年6月中旬辽宁省锦州市 夏天刚刚来临 此时SARS的恐惧还没完全从人们心头散去 大街小巷就又传起了恐怖的小道消息 锦州有个变态杀人狂 据说这个变态杀人狂专杀女人 流窜在大街小巷 能够轻而易举地溜入他人家中 行凶之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乍一听 这似乎只是无稽的都市传说 但在锦州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的民警们看来 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市警流言 事实上真有那么一个变态杀人狂 警方也正在为了抓到他 而义愤填膺担惊解虑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死者叫林妍 31岁 是附近一所中学的女教师 平日离她独自住在距离 学校不远的锦州市古塔区民治里的宿舍里 5月31日上午她的丈夫在给她送饭时 发现了尸体 根据推测 林妍的遇害时间就在当天凌晨一点左右 林妍的住处在一栋六层楼房的最顶层 周边环境毫无特别之处 根本想不到会有人横死于此处 民警们第一次踏入犯罪现场 就已经确定这是一起凶杀案 现场一片混乱 床上散落着啤酒瓶和罐头 还有咬过几口的苹果 地上同样是乱成一团除了吃过的食物外 还有一副散落在地的扑克牌 死者林妍羊躺在床上 一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 头朝东南脚向西北浑身赤裸 脚上却穿着袜子和黑色的高跟凉鞋 掀开被子惨不忍睹 林妍的身上有十多处刀伤 最致命的刀伤在颈部 阴部也有被刀划伤的痕迹 但奇怪的是法医检验发现 林妍没有受到任何性侵犯 室内也没有留下精子等DNA证据 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林妍的背上 被人用刀刻下了一个看不懂的字 这个字笔记整齐笔画清晰 不像是紧紧张张随意刻上去的 林妍的丈夫辨认后证实 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伤痕 当然也不可能是出自林妍之手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凶手在杀死林妍之后 逗留现场有意刻下的 这也太大胆了 警方猜测在残忍杀死林妍后 凶手没有急着逃离犯罪现场 他先是不慌不忙刻字 紧接着坐在现场喝了酒 吃了苹果 还玩起了扑克牌 粗略估计在杀人之后 凶手与尸体同处超过两个小时 凶手为什么非得冒着极大的风险干下这些事 当时他处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之中 那个没人认得出的字与林妍的死有什么关系 民警们翻遍了新华字典 督查不到这个字的来历 最后是在一本老板的康熙字典上 查到了这个字 是苗的另一种写法 至于苗康熙字典是这么解释这个字的 养子方言凡好而轻者为之鹅 关东和记之间为之苗 仅关西人一呼美好为苗 闽人为妓女为苗 也就是说这个字 在中原地区的示意是轻柔 美好 是用来形容漂亮女子的 但是在福建一带这个字被用作对妓女的称呼 难道凶手是想说林妍是个妓女 但是民警们走访后确定 林妍为人正派社会关系简单 根本就不是什么妓女 那么凶手是出于对女性的贬义和仇恨 而污蔑她的受害者是个妓女 这也许是一个突破案情的角度 但凶手并非等闲之辈 她具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 进入林妍的宿舍对她来说轻而易举 门锁没有任何阻碍 来去之后门窗也仍然完好无损 行凶之后她没忘记仔细擦拭 留在现场的指纹与足迹 警方还认为林妍脚上的袜子与鞋子 是凶手故意给死去的林妍穿上的 目的也是要扰乱实现 对现场反复勘察后 警方终于找到了凶手溜进房屋的方法 六楼林妍住处的正下方 就是五楼住户阳台的雨棚上 警方发现了一个脚印 经过询问邻居们都表示 这个脚印不是他们留下的 那就有很大的可能是案发当晚 凶手踩在雨棚上溜进房间时留下的 林妍的丈夫也透露因为夏天天气热 妻子喜欢开着阳台的窗户和大门通风纳凉 也正是这小小的疏忽让凶手轻易闯入了房间 在黑暗中举起屠刀挥向熟睡中的林妍 锦州是个小地方在警方侦查案件的过程中 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 传遍了锦州的各个角落 有人说 这个杀人恶魔长了翅膀飞进房间将人杀害 有人说凶手还将继续作案 目标就是那些独自在家的女人们 群体恐慌逐渐蔓延开来了 防盗网生意火爆 家家户户都盘算着赶紧在阳台上安装防盗网或者铁栅栏 霉庄的即便天气炎热也不敢晚上开窗睡觉 单身女性更是不敢独自居住 从早到晚提心吊胆人心惶惶 锦州市公安局的民警们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当身边的人们前所未有的 重视起阳台防盗网时 这个现象有一天终于把办案民警的视线 吸引到了正确的方向上 从阳台闯入 独居中年女性 类似的行凶手段和对象 她们在一个多月前曾经见过几次 她们面对的会不会是一个连环杀手 2003年5月3日对住在锦州市灵河区 刘花里14号楼6楼的陈秀来说 是一个在普通不过的日子 30多岁的她一个人住在刘花里 平常上班回家 2点一线生活十分规律 这一天她在公司加了一会班 直到晚上8点头左右才匆匆往家赶 时间上早夏季天黑格也晚 陈秀走在这条每日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步伐轻松丝毫没有感到害怕 过了一会她感觉有点不对 似乎有什么人一直跟在自己身后 她走那人也走她停那人也停 一回头却只看得见身后一片漆黑的巷子 陈秀开始害怕了连忙加快脚步 一路小跑回自己的住处 直到跑进房间关上大门 她才常常舒了一口气 陈秀惊魂未定可是想想刚才的遭遇 也许只是自己多心了 她安慰自己好在人没事 今晚就早点睡 说是这样说陈秀这个雷打不动的电视迷 洗完澡还是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看起了每天必追的连续剧 正看得津津有味 突然北面阳台传来了一点响动 像是有人踢到了什么东西 让他顿时从剧情中清醒过来 陈秀站起身正想走到阳台去 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谁知道从黑暗中突然伸进了一只脚 还没等陈秀反应过来 一个穿着普通 戴着黑色头套的男人 就站在了他面前 陈秀吓得尖叫一声 立刻把腿就往门口跑 刚拉开大门 那个男人一个箭步冲上来 一把拽住他的衣服抱住他的腰 使尽想要把他往屋子里拽 陈秀一时到危险将至 生死关头泄气 不得 他手脚并用拼命挣扎 男人没料到一个女人在危机时刻 能够使出这么大的力气 竟然跟着陈秀一起摔倒在门口 陈秀一边挣扎一边大叫救命 两个人倒地的巨响加上陈秀的呼救 终于引起了隔壁邻居的注意 有个邻居开门看是怎么回事 男人见状不好立刻撒腿就跑 受到惊吓的陈秀在邻居的陪同下报了警 警方很快抵达现场 调查后很快确定 陌生男人是从阳台潜入的 幸好陈秀还没睡才行凶未遂 只是警方也无法确定 这个男人究竟是为财还是为色 惊慌之下的陈秀没看清楚男人的长相 只能大概的描述这个男人的体型 和他个子差不多高人很瘦小 这就是五三案件留给警方的全部信息 由于信息量少加上犯罪未遂 案件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时间仅仅过了半个月 5月18日同样是灵河区 住在魏东街移动居民楼6楼上的住户刘真 也遭遇了入室行凶 刘真年近40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 当晚在母亲家过完周末的她 骑着单车踏上回家的路途 到家的时间是晚上8点左右 时间还早锦州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刘真在楼下将单车锁好 拿着钱包就往药店跑 最近有点感冒 12岁疫情刚消停 她担心传染了儿子那可不好 买好药刘真又走到广场 看了一会大妈们扭秧歌 都散场了她才走回家里去 第二天是工作日 刘真要到学校上课 于是她洗漱完毕就上床睡觉 关了灯的房子里静悄悄的 没人想到一场犯罪正在悄悄地酝酿 睡了一会刘真被憋醒了 她觉得呼吸困难 似乎有人在掐着自己的脖子 睁开眼虽然入眼皆黑 但她明显感到真的有个人正骑在自己身上 一手掐脖子一手无嘴巴 刘真挣扎起来 骑在她身上的那个人一时到刘真醒了 一下头在刘真耳边低声威胁说要掐死她 是个男人一个陌生的男人 换作其他胆子小一点的女性 大概这时已经被吓得半死 根本无力在反抗 但个性要强的刘真心头却涌上一股勇气 她在心里怒骂竟不知哪里生出的一股力气 刘真一把将骑在她身上的男人推倒在地上 男人还没反应过来刘真就冲了上去 和男人在地上撕打起来 刘真虽然是女性 但体力却丝毫不输面前这个男人 男人一时间被他打得无法还手 刘真一边与歹徒搏斗 一边大叫自己儿子的名字 21岁的儿子正读大学平时不会住在家里 刚巧当天晚上儿子有事耽搁了 干脆不回去留在家里陪独居的母亲住一晚 于是就在另一个房间睡下了 听到母亲这头的响动 不明所以的儿子也从房间里出来 看看是什么情况 没想到物色好的猎物还有帮手 男人听到又要来一个人 无心恋战丢下作案工具 一根70厘米左右的木棍 飞快地穿过客厅从大门逃跑了 在四扯中刘真曾经一把拽下男人的黑色头套 可是由于全程没开灯 刘真和儿子都没有见到对方的面容 只知道他是一个身高160厘米左右 身材瘦小的男人 扯下的黑色头套 也不是什么专业的犯罪工具 只是一件黑色背心在正面开了两个洞 袖口处用透明胶粘了起来 随便套上非常简陋 刘真的儿子还回忆起一个奇怪的细节 男人在逃走时和他迎面撞上 竟然和他迅速地握了一下手 说了一声谢谢 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由于和武散案件作案手法 类似行凶时间接近 警方将这两起案件并案调查 但两起案件都是入室手法老道 现场没留下什么证据 一时间对这个神出鬼没的入室歹徒 警方也是束手无策 之前的两起案件都没有造成人身伤害 但如今531入室凶杀案发生了 这三起案件有着太多的相似点 比如受害者都是住顶楼 凶手都是从阳台溜入房间作案 反侦查一时极强未留下任何关键性的证据 看来在经过之前两次试探性的试验之后 凶手的心魔终于到了 非杀人不足以抑制的程度 这一次林妍再也没有陈秀和刘真那么幸运 值得注意的是凶手的心理状况十分特殊 刻在林妍背后那篇奇怪的文字 对刘真儿子的那句道谢 似乎都反映了凶手变态而复杂的心理 警方确信他们遇到的是一个极难抓到的罪犯 将53案件518案件与531案件 合并在一起侦查之后方向显得明晰起来 警方的调查工作也就加快了脚步 通过531案件中凶手留下来的那个脚印 以及前两次受害者的陈述 警方大致勾画出了凶手的素描画像 身高在160厘米至168厘米之间 体型教授年龄在40岁上下 心理可能受到过某种刺激 有犯罪前科反侦查意识很强 对市区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善于攀爬 摆在锦州警方面前的 已经不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 谁也说不准凶手第一次得手之后 犯罪的欲望能抑制多久何时会再次出击 谁又会不幸地成为他的下一个猎物 因此必须尽快破案 警方迅速派出民警 深入锦州的各个小区和街道 白天监视夜晚蹲守 尤其是对一些单身女性居住的地方 进行重点监控 但千房万房总有疏漏 6月13日又一起入室凶杀案被发现了 死者叫于中仙45岁是个生意人 他与丈夫分居多年在被害的前一个月 刚刚搬进位于古塔区长安里的顶楼房子里 警方进行尸检后发现 于中先生已经死亡两天 死亡时间大致在2003年6月11日晚 注意这几起案件发生的时间间隔 5月3日 5月18日 5月31日 6月13日 基本上按照每两周一次的频率发生 在5月31日杀害林延后 即使心底的授欲被极大地舒缓 但如此强烈的刺激也仅仅只能 让凶手得到两周的满足 就像要进一过瘾投一来 什么都无法阻止他实施罪行了 这是一个危险至极的罪犯 因为女儿谈恋爱不在家自己又与丈夫分居 于中先就一个人搬进这个朋友的房子里 邻居对于中先的印象不深 毕竟他才刚住进来不到一个月 没人知道当晚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只有隔壁那家回忆 他大概是在11日晚上9点左右回的家 于中先不是一回到家就立刻遇害 据邻居反映他们听到了放水 洗澡的声音 事后民警们在浴室里也发现了 摆放得整整齐齐地脱下来的内衣 从洗完澡出来到上床睡觉 最后到死于非命 于中先生命的最后几十分钟具体发生了什么 他们永远无法全部知晓了 他们看到的是和林妍一样 他死状凄惨 他是被丢弃在现场的一把斧头杀死的 脸上留下了凶手实施的多处砍伤 整张脸血肉模糊都被砍遍行了 通过调查 警方尽力还原了一个可怕的作案现场 当晚于中先回到了位于顶楼的房子里 他并不知道凶手尾随在后看好了地形 在于中先洗漱完毕上床睡觉后 午夜十分凶手从楼梯口的窗口 沿着脚铁爬入那间房子的阳台 事先在地上铺好报纸 在趁于中先熟睡时向他举起了斧头 杀完人后 凶手同样很仔细地清理了犯罪现场 还拿着抹布 擦拭了室内以及失败楼梯里的脚印 最后从容离开 警方心知肚明 这又是那个入室连环杀手犯下的罪案 凶手依旧谨慎 但这次警方收获了非常重大的线索 因为凶手也许没有留下什么 却千不该万不该地带走了什么 这就是案件的突破口 于中先的美美记得他姐姐有一部手机 但是在犯罪现场却被找到 12日早上 也就是于中先刚被杀害的那个早上 他打过一个电话给姐姐 但手机却关机了 他打了好几次姐姐的手机一直不通 到中午12点他发了条短信 让姐姐看到后尽快给他回电话 13日早上9点左右 于中先的妹妹再次拨打姐姐的手机 这次没有关机而且还接通了 他朝着电话背了好几次那头却是一片沉默 他虽然不知道姐姐此时已经死亡 但心里已是一斗丛生 不过还是安慰自己也许是姐姐太忙 接了电话没来得及说话 于是他又在中午12点左右 再次打通姐姐的手机 这次的通话更是让他疑惑不解 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于中先熟悉的嗓音 而是十分嘈杂声响 他对着电话喊了几声 终于有人说话了 可回应他的却是一个带着观礼口音的男人 他问他姐姐在哪里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下 回答说他姐姐现在在长春 电话要没话费了让他给姐姐先交上 说完这句话电话就挂了 于中先的妹妹越想越不对劲 觉得做生意的姐姐是不是被绑架了 心里忐忑不安 没过多久警方就联系了他 告诉他姐姐被杀死在家中的消息 通过这一段陈述 警方经过讨论认为电话那头的陌生男子 很可能就是这几起凶杀案的凶手 那么应该如何找到他 根据于中先妹妹在电话中听到声响 警方判断凶手是在一列火车上 在对手机信号进行追踪 最终确定手机被带到了沈阳 那么凶手乘坐的火车会是哪一趟 通话记录显示 于中先的妹妹 打电话是在中午的12点24分 在那时正奔跑在铁轨上 以沈阳为目的地的火车 正是在山海关于沈阳之间往返的K641列车 列次锁定了接下来 就要确定凶手是哪一个人 在2003年乘坐火车 是不需要检查身份证的 人们随意买张票就能上车 想通过车票追查凶手不太可能 但是2003年6月SARS鱼波未决 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都需要 填写一张健康卡方可上车 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 没想到正是破案的关键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从锦州站登上K641的 共有257名乘客 其中男性159人 女性98人 依靠这257张健康卡 警方对16节车厢的每一个人进行了排查 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 警方不仅要对照 每张健康卡的人名 电话 地址 还要寻找到相对应的那个人 了解他6月13日前往沈阳的原因 去往沈阳后又去了哪里 以及最重要的6月11日那天晚上做了什么 很快一个名叫刘洋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这个刘洋之所以引起警方的注意 是因为在这257个人中 只有他留下了假地址和假电话 如果不是心里有鬼怎么会留下假的信息 但信息是假的又怎么寻找这个刘洋 警方猜测 这个刘洋此前会不会也乘坐过K641 于是他们查询了前几个月的健康卡 发现刘洋这个名字果然多次出现 每次都市早上去沈阳晚上回锦州 警方认为刘洋大概还没有料到 警察已经摸到了他的行踪 近期必定会再次乘坐K641 一旦他再次上车就必须填写健康卡 警方征调了省公安局的笔记鉴定专家 专门蹲守在检票处等待刘洋的出现 果不其然写着相同笔记的人再次出现了 只是这次他在健康卡上填写的名字 不是刘洋而是朱絮 梅华说先拿下 连环杀人案件是不是就此告破 连夺两名的凶残歹徒是不是就要落网了 高兴进还没过 民警们的心头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个叫朱絮的人 经过受害者的辨认以及行踪调查 并非凶手 因为他没有作案的时间不在场证据十分充分 之所以要使用假名坐车 根据朱絮的交代只是为了逃票 他是个药品推销员 每日需要往返于沈阳与锦州之间 为了省点钱他特地找了铁路系统的朋友 借了刘洋的铁路工作证这样坐火车就不用钱 千辛万苦抓了个逃票的 大失所望 打击士气还是小事 更重要的是线索又断了 案件再一次陷入迷雾之中 现在摆在锦州警方面前的是 两起凶残的入室凶杀案 与仿佛抓不到任何尾巴的凶手 锦州室内布下了一张天罗地网 每个小区几乎每个楼门口都会安排民警蹲守 民警不仅把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被得滚瓜烂熟 还随身携带手机方便联系 火车站布置了24小时监控的摄像机 也有民警巡逻专门对小个子男人进行排查 但是即便支出了如此一张大网 却仍然绑不住那个狡猾的凶手 警方知道如今唯一的线索 就是那部消失的手机 看来只有再次从手机信号这条线索着手 这次警方锁定了沈阳南站昆山路 附近一个二手手机市场 于中仙手机的信号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这里 警方开始一一排查市场里的手机商贩 很快便找到了 是在一家老板姓江的手机店里找到的 江老板很配合幸运的是 他记性也很好 虽然每天来往店里的人很多 但他却对那个卖手机的中年男子印象颇深 他记得那一天 这个男人拿着手机走进店里要卖 江老板给了个价格 那个人不太满意就拿着手机走了 但很快那个人又回来了 江老板回忆说那个人磨叽了半天才成交的 因为男人的去而复返 江老板的记忆才那么深刻 才可以清晰地描述出男人的长相 年龄在40岁左右170厘米以下 中等偏瘦 江老板还特意提到 男人长相有点老皮肤黑黑的 很像那种下岗打工的人 警方眼前一亮 这和陈秀 刘真对凶手的描述基本符合 这是警方决定抛开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想法 不再被刘洋误导 重新对K641的257名乘客进行排查 有了如此清晰的描述 警方最后筛选出了13名重点嫌疑对象 他们全都符合年龄在40岁左右 身高在170厘米以下 体态偏瘦 皮肤有点黑的条件 更有力的是警方特地把江老板 从沈阳请到锦州协助辨认犯罪嫌疑人 13名犯罪嫌疑人站成一排 出现在江老板面前 江老板一个个仔细辨认 很快就指着其中一个人 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他卖手机的就是他 这一回有人指认应该可以破案了 但警方吸取了上次贾刘洋的教训 没敢松口气 而是立即将这个人列为重点对象 马不停提地进行调查 但结果仍旧让人大失所望 这个人既没有犯罪的时间 也没有犯罪的证据 只靠江老板的辨认 不能作为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唯一证据 站在警方面前的13名嫌疑人之中 究竟有没有那个残忍的凶手 此时距离611案件发生 又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 按照前几起案件发生的规律 凶手可能又要出动了 那几天民警们精神高度紧张 时时刻刻都在担心接到报案电话 害怕听到说发现了新的死者 但最紧张的日子过去了没有新的案件发生 这让民警们大为振奋 因为这也许说明凶手受到了影响 改变了行为模式 也就是说他们此前的工作并不是一无所获 他们逼近了凶手让他感到了压力 也许凶手就在这13名重点对象之中 警方信心倍增 决定对这13名重点对象进行测谎一测试 测谎专家一共设置了7道题目 其中12个人都成功通过了测试 只有一个三次测验都表现异常 这个人叫许贵柱 他是锦州人 40岁身高168厘米 当过铁路职工 但因为爬窃被判劳动教养两次 1991年他又因为盗窃被判刑9年 因此丢了工作离了婚 现在他与第二任妻子和两岁大的孩子 住在锦州市灵河区新智北里 面对警方 许贵柱是一句话也不说一个字也不吐 问他是否在案发时刻出过门回答没有 问他为什么去沈阳 回答是去找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张某 请张某帮忙找工作 民警审问了他好几次都碰了铁板 他的妻子同样摆班为许贵柱开拓 问到许贵柱夜晚是否经常出门 他的妻子斩钉截铁地回答 许贵柱从来不晚上出门 问到许贵柱是否有一件黑色的背心 回答是不记得了 这个许贵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没有工作但在家人的眼中 许贵柱却是个好儿子 好丈夫好爸爸 他对老母亲最孝顺百依百顺 老母亲说什么他都会去做从不说为傲的话 对妻子也是敬爱有加相敬如宾 对孩子非常疼爱从不打骂 趴在家里到处贴着 自己亲手写的至家名言和美德警句 这样一个有人品 有文化的人 完全不像是一个连环杀手 虽然他的妻子神情惊慌而又故作镇定 让警方怀疑许贵柱的妻子在说谎 但是夫妻俩油言不尽 法律上又不能以测谎结果 判定许贵柱的犯罪嫌疑 要抓他还要有更确凿的证据 不过证据很快就出现在警方面前 518案件中那个勇敢的刘真 曾经扯下凶手的黑色头套 在头套里边 技术人员发现了三根头发以及几滴汗斑 有了头发做DNA测试就很简单了 警方立刻对许贵柱进行DNA采样 并将物证送往辽宁省公安厅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很快出来了 这一回证据确凿那三根头发就是许贵柱的 另一方面在警方的压力之下 许贵柱的妻子也终于吐露了实情 丈夫不是夜夜都待在家里 他经常在晚上出门而且一宿不归 至于那件黑色背心 许贵柱妻子交代 自己在结婚时给丈夫买过两件 一件穿坏了做了抹布 另一件则不知去向 根据许贵柱妻子的描述他买的背心 与那件改造成头套的背心样式是一模一样的 许贵柱说过自己去沈阳 是为了找一个姓账的朋友 可他的妻子说 他们早就已经和张某没了来往 警方调查也发现 张某是个下岗职工早已不在铁路局任职 有了确凿的DNA证据 又有了妻子的口供 凶手是许贵柱这一点已经是十拿九稳 那么江老板怎么没能把许贵柱认出来 说起来也是阴差阳错 当时许贵柱正牙藤牙龈红肿 两边的腮帮子都鼓起了大包 整张脸变成了倒三角形 只见过许贵柱两面的江老板 自然认不出来这个脸肿得不成样子的人 就是当时向他都售手机的那一个 好在没因此而让他逃脱 民警再度提审许贵柱 许贵柱开始不愿回答 以沉默对应民警的所有问题 随着审讯的深入 终于啃张嘴了可口供一天一个样 刚开始不承认后来终于承认自己杀人了 但又不愿说出作案细节 说了细节却又不承认自己留下了物证 如此反复 也让民警看到了许贵柱混乱的内心 许贵柱交代自己通常是尾随受害者 直到他们的住处直到夜深人静之时 再通过各种方式从阳台潜入进去行凶 他之所以懂得擦拭指纹和鞋印 是在12年的牢狱生涯里学会的 对于杀了两个人的事实 许贵柱很痛快地承认 但一旦触及性变态 变态狂等词语 他却又不愿说话了 只是低下头皱眉叹气 直到7月15日 许贵柱终于第一次对性这个字 做出了反应 民警询问现场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许贵柱回答是顿了两秒 他突然说可以说他杀人 但是他不是变态 他没有监视 民警再次问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许贵柱说就是为了看 为了观赏 种种的话语显示 许贵柱似乎把自己杀害的两位女性 当作美丽的战利品 彰显的是他强大无比的力量 但为什么会在死者身上刻字 为什么对死者多次砍杀 为什么对着死者打扑克 许贵柱却始终不愿意说出原因 更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作案动机 被问及了许贵柱就说他们谁也猜不着 他是怎么想的 他将此作为一个可以炫耀的秘密 只有他一个人独享这份隐秘的快乐 2003年12月25日 许贵柱被判处死刑 那时SARS阴霾已经在中国散去 东北从天而降的白雪 又年复一年地把黑色的土地覆盖 许贵柱至死都封闭着自己的内心 直至殆尽地狱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